哈喽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乐活50家 非常叫好又叫做大家都很喜欢都很受欢迎的 医师讲座Doctor Talk与民医对话 那这个这次的活动呢,我们还是有机会邀请到我们 张耀文张医师 那相信乐活50家的朋友对张医师都非常的熟悉了 张医师是我们的常客 不过呢,还是非常快速的介绍一下张医师的经历 张医师呢,是在我们南加州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取得他的医学院的学位 之后呢,他到退伍军人医院 担任实习医师,住院医师 然后之后的研究医师 所以呢,他在我们南加州 生根非常多年 目前呢,是在我们Orange County 开诊,看医师 那比起其他的医师 照顾我们乐龄朋友的时候 可能都会是比较像是 top down,命令式的这种口气 跟大家说要怎么做怎么做 我们张医师的看诊的方法呢 其实是有点像是跟病患做朋友 从你生活齐居的一些大小习惯 然后去理解你的病因 然后虽然因为虽然疾病每个名字 都是叫同一个名字 可是呢,每一个人发生的情况跟症状都不太一样 所以张医师这种 关怀理解的这种方式呢 可以帮他给大家更客制化的一种疗程的方法 这样子会更有效 毕竟看医师的就是要有效 才有这件事情的意义嘛 所以呢,张医师在我们南加州 非常非常受欢迎 要跟他约到诊就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呢,我们南加州 我们乐和50家非常荣幸呢 每次都可以邀请到张医师 上线跟我们讲解一些 很常见 可是大家还是有一点点困惑的 一些疾病 像我们这个礼拜 最次要讲的骨质疏松症 那我们今天就 废话不多说 就邀请张医师上线来跟我们 讲解一下骨质疏松症这一件事 欢迎张医师,谢谢 谢谢Stephanie 各位长者,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地又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临床经验跟信息 有关于骨质疏松症的症状 骨质疏松症其实 你说严重也不严重 可是不严重的话 也是骨头断掉的时候也是很严重 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很喜欢这个骨质疏松症跟大家解释 因为我觉得这个病的话 其实可以预防 不是说等到事情发生了 然后才来治疗就比较麻烦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 好好地谈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症 怎么样来预防 然后治疗 好不好 下一张 那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骨头的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作用 那大家在以为说骨头就是死的 骨头长出来就是长出来了 其实骨头其实是活的 也是一个器官 那它随时都在转变 因为骨头的话 大家都知道骨质的话 就是很多钙质 对不对 那钙质在我们骨头上面 其实它是一个像一个水库一样 时常身体 其他的器官需要钙质的话 从骨头那边掉 掉那个钙 所以骨头是活的 那而且骨头是由各种不同细胞 蛋白质维生素组成的 然后时常在转换跟修复 你需要钙的时候 你身体其他需要钙的时候 它就掉出来 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再放回去 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骨头是由两种细胞造成的 食骨细胞跟骨细胞 那食骨细胞就是把骨头吸收 把钙质吸收起来放到血液里面 然后用血液传到其他的器官来使用 那通常 那另外一个就是骨细胞的话 就是造骨嘛 它会把钙质吸收放到骨头上面 让骨头长大强壮这样子 那通常食骨细胞跟骨细胞的活动是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的骨头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有拿有放 有拿有放这样子 可是骨细失踪的话 就是一个问题 骨细失踪就是说 就像银行一样 你拿钱 拿太多了 整款就变少 那骨细失踪就是 食骨细胞拿太多钙了 把钙掉出去 从血液上面掉出去 那骨头就减少了 可是这是很慢的 那是经能累月的 形成 那时间久了 就变成骨细失踪 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一个银行一样 你假如 提款多于存款的话 那就存款就变少 那假如存款多于提款的话 那存款就变多 就是这样子 好 下一张 那什么样的因素造成骨细疏松呢 我们刚才讲过骨细疏松 就是骨细的吸收大于 那个骨细的生成嘛 那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 第一个就抽烟 抽烟久了的人就会 有骨细疏松 那尤其男性 女性也是 假如抽烟抽了很久 他觉得说 跟同年龄的人的朋友 亲戚比起 怎么慢慢变矮了 这是十几年 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那这也是造成 抽烟造成骨细疏松的 一个大的原因 那另外就长期使用 内骨细的药物 那当然有原因的 有些 等一下我们讲到 为什么有些人需要 内骨细的药物 那当然 内骨细疏松 19的话 也会造成骨细疏松 那另外就太瘦了 体重过低 太瘦的人的话 他的骨头也会 变得比较少 那会造成骨细疏松 那另外就是 假如有 内风湿病的患者的话 他的骨头也比较不好 也比较会骨细疏松 然后另外就是说 假如你骨头本来就不好 稍微碰 就会骨折 还是受伤的话 那也是造成 也是有骨细疏松的因子 也比较容易骨细疏松 然后再来就是 饮酒 过量的饮酒 也会骨细疏松 然后糖尿病 假抗 假装腺抗净 副假装腺抗净 然后 提早的更年期 就是你女性的话 别人家 一般人更早的 停经的话 那也会骨细疏松 然后慢性肝病 也会造成骨细疏松 所以很多 很多很多原因的 那我们等一下 再跟大家一个一个解释 那下一张 那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检查 来骨细疏松 我不能说看到你这时候 你有骨细疏松 因为骨细疏松没有任何症状 平常的时候也不会痛 也不会痒 那通常一般人发现骨细疏松的时候 是因为跌倒 然后骨折以后 然后医生说 你看你的骨头很薄弱 所以才因为有骨细疏松 所以才跨骨啦 脚啦断掉这样子 那要不然有时候刚好造一个X光 像有些人脊椎疼啦 还是车祸受伤啦 什么刚好造X光 造了哎 骨头怎么那么薄 那么细 因为 在X光上面 只要你有骨细疏松的话 就没有那么白 那个骨头的地方就没有那么白 比较暗一点 那看得出来 就很严重的话就看得出来 因为X光造到那个我们骨头里面的钙质 那钙质多的话 当然就比较白 那钙质比较少 骨细疏松的话就比较淡一点 比较黑一点 那是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有正式那个诊断 骨细疏松的办法 那就做骨密度的测验 骨密度 骨密度测验有点像X光 那它有一点点 一点点微量的放射线的 那个影响 那所以不用担心 那个放射线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不用担心 那骨细疏松就像造X光一样 你去平常造X光的地方 你躺下来 它帮你造 造你的胯骨 通常是胯骨跟脊椎 两边的胯骨 然后脊椎 可是假如你的胯骨的话 有一边有做过手术 有基础的话就不能做 那就做另外一边这样子 那通常 那通常 骨织疏松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报告 那报告里面有一个T-score 还有一个Z-score T值跟Z值 那通常你那个Z的话 你就不要看了 Z是因为它跟同年龄的 跟你同年龄 病人同年龄的比 那没意思 我们要的话是T值 我们要的话是T值 T值要跟年轻的时候的比 对多大概是2到负 负多少这样子 那在1到负1当中是正常的 那就很好 然后再下来一点 就是骨质缺乏症 还没到骨质收松 只有骨质缺乏 就是一个警告 那就是负1.1到负2.4之间 负1.1到负2.4之间 这样就是骨质缺乏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 怎么样开始预防治疗这样 通常我们看到的病人 百分之七十七八十的人 尤其女性的话 中年以上的女性都是 很多都是骨质缺乏症 没有到骨质收松 可是骨质缺乏症 很少人是有正常的骨质数据 中年以后的女性的话 很少就10%到20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只要负2.5的话 更负的话就是骨质输松 那我刚才说一般的话 大家看的骨质收松 挺多负2.5负3啦 3.5这样就很了不起了 对不对 可是有我看过一个病人 他是负6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下 吓死人了 负6的话骨头一碰 大概就碎掉了 所以一般人的话 骨质收松的话 大概是负2.5以上 负2.6啦 2.8啦 到负3点几这样子 就已经很严重了 然后假如我有那个照片 给你看的话 到负2.8的话 骨头跟一般的骨头的话 就松好多 里面空洞很多 看起来很可怕 这样子 跟一般的骨头比起来 所以说大家看数据 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要有图片的话 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 下一张 医师那他那个负6的照出来是怎么样子 然后他是有什么病症去看您吗 他会痛吗 还是会有什么 我那个病人 哇 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他 他已经96岁了 可是他每天游泳 可以游30 30趟这样 很厉害 可是他已经驼背 驼得很厉害 就是一个白人女性 长者 他驼背都已经驼到 头都抬不起来这样 可是还不是每天游泳 我也不知道 我就照一下 他骨头在 酸痛 我说那我们照一下 骨子疏松 就负6我吓一跳了 我没看过负6的 那后来我就赶快给他送到专科医生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跟我一般看的差太多了 等一下我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样子 我觉得会跟大家很好的启发 那也是对我来讲很好的启发 因为我从那次开始以后 才学会到怎么样治疗骨子疏松的病人 对 下一张 好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假如你做了骨子疏松以后 你有些数据 你自己可以上网去用这个 叫做骨猎预估工具 他就是预估你 你把你数据放到 带到他的公司里面 他有一个网上 一个网站 有一个公司 你把你的骨子的那个 T score T值 放到里面 把一些你的年龄 体重 放到你增高 放到里面 他就给你预估一个十年 产生骨折 骨裂的风险 那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上网去这个网站看一下 这样子 那一般的话 我们 是 女生的话 是停经以后 月经停了以后 每两年做一次骨子输送的检验 然后要不然就是 假如骨折 很严重的骨折 比较年轻人的话 突然间骨折的话 没什么特别大的 碰撞还是伤害 然后骨折的话 我们也要赶快做一个 骨密度 看看是不是有骨子输送 这样子 那男性的话 有些很多人问说男性 男性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不会 那么早就做骨子输送 大概到八十岁以上 才会做骨子输送 因为男性的话 一般的话 因为男性荷尔蒙 在保护 他的骨头比较 男性的骨头 比较坚硬一点 比较厚一点 比较不容易骨子输送 可是当然有特殊情况 刚才那些毛病 刚才我讲那些 骨子输送的因子的话 那就可能 要早一点做骨子输送的测验 这样子 好 那下一张 OK 很多人都 问说 问我们说 怎么样预防骨子输送 其实骨子输送 很早就可以预防 你只要知道的话 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我们一般人的话 是到大概 三十岁吧 二十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已经我们的男生 女生一样 我们的骨头 身上的骨头的量 是最多的 一生 最高峰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再下来 三十岁 有着慢慢慢慢下降 随着年龄增长的话 加速流失 尤其女性 停静以后 流失特快 然后 要不然就是 女性的话 怀孕的时候 没有 摄取钙质的话 那个骨头 被婴儿 baby 被胎儿吸收过去 所以 就会加速 骨子输送 所以为什么女生 女性的话 骨子输送 特别常见 就是因为有很多因素 然后另外 女生的骨 女生本身的骨架 就比较小 那你骨头 同样的骨架的话 你跟一个 就是说白人的话 跟亚洲人的话 骨架差很多 白人的话 通通骨架比较大 那我们亚洲人骨架 比较小 可是流失同样的量的话 那当然亚洲 女生比较吃亏 我们的比例 就变比较多 所以就比较容易 骨子输送 所以我们亚洲人 要特别特别 亚洲女性 要特别注意 要保护 我们的骨 要保住你的骨头 留住你的骨头 不要让它流失 那这样的话 就要预防 从年轻就开始 要吸收足够的钙质 大家都知道 喝牛奶啦 豆浆啦 然后有些人吃钙片啦 可是钙片 其实老实讲很难吃 然后美国人 美国在做的 大家都知道 Costco的钙片 好大一粒 很难吞 我自己因为不喝牛奶 我没办法喝牛奶 豆浆也还好 所以我就吃一粒钙片 每天吃一粒钙片 Costco的钙片 可是有时候都会卡到 只要我没有喝水 喝够的话 吃到一半会卡在喉咙 那我还好 那我想一般的 我们的亚洲女性的话 更容易 那一片很大 那个Costco 卖的一般的 美国的那个钙片 很大力 那有些人说 那我把它切一半就好 千万不行 你切一半的话 那钙片切一半的话 那钙片切一半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边界很尖很尖 更容易刮到你的食道 还有喉咙 所以千万不要 把钙片切 你可以把它捣碎 就把它整个敲碎 敲成粉这样子 敲成粉这样子 就很难吃 干干的 所以不是很理想 那所以很多时候 我病人问我 后来我才发现有一个 是日本做 叫Omakken 我们这个图里面有 我发觉这个钙片 对我们亚洲人还不错 这是日本进口的 所以比较贵 可是它就是说 它是一个小小的球 小小的球这样子 然后十个 它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汤匙 塑胶豆汤 里面有十个 十个洞 一摇起来就十粒 十粒 那你就一个一个吃 还是 它也可以放到汤里面 还是放到饭里面 煮下去 融在里面也可以吃 所以这个 Omakken的钙片 对我们亚洲人蛮理想的 假如说你一般美国的 Costco那种钙片 吃不下的话 可以考虑 使用这种 因为我找很多 还有一种是Gummy的 Costco最卖那种 Gummy的 就是软糖那种 可是那种 年长者的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那种软糖不是一般的软糖 它很黏 那你吃下去 咬下去的话 有时候牙齿会黏到 所以也不是很好吸收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种软糖 做的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有一次自己想说 那可不可以用喝的 为什么没有美国 为什么没看过美国 做有喝的钙片 钙质这种 那后来我想到 为什么 因为有自然的 自然的那个牛奶 跟豆浆 所以他没有人会去做 那种钙质的那种 液体 因为自然的在那边那么多 他不需要做那种 所以没有说 没有看过说 钙质喝的那种的药 因为自然的 自然的替代品那么多 所以是这样的 然后有些人会问说 吃太多 这些都钙片会导致 心血管硬化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大部分你钙片的 要是吸收不进去的话 从大便排出来 也不会那么 一般绝大部分人 钙片吃不够 我没有看过说 病人说 哇 钙片过量 不会这样子的 还听过说 尤其吃那种美国钙片 Costco那种钙片的 有些人吃下去以后 不知道消化不良什么的 大便出来 他发现一整粒的钙片 还是跟大便一起出来 根本就没有吸收到 所以 一般的话是 绝对 绝大部分人是钙 钙质吸收不够 绝对不是说钙质过量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用担心 那一般人的话 你吃那个Costco的钙片的话 吃一粒到两粒就够了 没有 不用吃到三粒这样子 有时候吃太多钙片 反而会便利 所以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从各种不同方面来 摄取 你可以喝一点豆浆 喝一点 优格 酸奶 还是牛奶 什么都可以 你不需要只有一种 你各种 从各个方面开始吸收 那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有人现在会 一定会问说 哦 医生我在吃K2 K2好不好 对 K2很好 那个钙片的话 需要一些 其他的那个维生素 来帮忙吸收 K2 维生素K2也是很好 那你也不用特别去吃维生素K2 很多深绿色的蔬菜里面 就有K 维他命K 因为维他命K的话 只要有吃过那个抗凝血药物 叫Kumerden的病人的话 就知道 医生会跟你讲说 你不能吃太多绿色的食物 你不能喝太多绿茶 因为里面就太多维他命K 维他命K会抵消那抗凝血的 Kumerden的药物的功效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深绿色的蔬菜啦 什么很多维生素K 这样自然的摄取就好 不需要特别去摄取什么维生素 买维生素K啦什么的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维生素D D3 大家都现在听到 因为新冠的疫情的关系 听到 你能听到说 维生素D 对抗 新冠非常好 然后也可以抗癌 可是80%的人都缺 维生素D3 因为我们帮他抽血 我每年帮我们病人抽血 80%人都缺 有些人缺很多 一般维生素的D3的话 30在血液抽才30以上就够了 很多人都是20几 有少数人是10几 所以几乎每个人 我们都跟他建议说 他要吃维生素D3 每天吃2000单位 绝对不会过量的 有些病人吃5000单位 每天吃的话 就会稍微高一点 高到七八十 因为维生素D3的话 100的话才是过量 超过100才是 血液超过100的话 才会过量 那你只要每天吃5000单位 的话有可能过量 2000绝对不会过量 而且2000的话 大概刚好够 这样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钙片的时候 吸取钙质的时候 一定要吃 每天要吃维他命D3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你要及早开始 从年轻就开始 因为这种东西 骨质疏中是慢慢 今年累月累积的 你要从年轻开始做起的话 到年纪大的时候 就没有骨质疏中那些顾虑 这样子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 很多人都没有 好好的补充钙片 所以到尤其女性 到中年的时候 中老年的时候 就有骨质疏中 非常的严重 这样子 好 下一张 医师我想 在请问一个问题 会不会钙片 就是钙片跟结石的关系 会吃太多 吃过量 反而尿啊 胆啊 这些容易有结石的问题吗 一般是没有 除非你有特别的体质 有些人他有某种肾脏的毛病 他真的 有那个比较容易结石的可能 所以 怕比较容易结石 他也不是因为吃钙片而结石 因为 他一般人的话 他假如吃营养够的话 会从 身体会从食物里面吸收那些钙质 那通常结石的病人 他年轻就结石 不会到年老才结石 所以他年轻就知道说 我有结石的那个倾向 他自己也知道 那胆结石是另外一回事 胆结石跟钙片的吸收 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肾结石的话 跟钙质的吸收比较有关系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绝大部分人 根本不用担心结石的事 还是心血管 那个硬化啦 那些东西 那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我们以后可以再讲 那些慢性发炎啦 那些 绝对不是因为你钙片吃太多 因为我们平常一般人 从来没看过病人钙片吃太多 除非真的有什么毛病 还是吃错药 还是什么才会钙质吸收太多的 绝大部分人钙质吸收不够 那再来我们再讲 怎么样预防骨质吃 除了钙质吸收的 那个足够的话 还要做一些事情 当然你要 不要喝太多酒 我们刚才讲过了 不要每天不要喝超过两杯酒 两杯酒四盎司 算是一杯这样 不是八盎司 OK 四盎司 不要吃太多 不要喝太多 然后你要做重训 重力的训练 两个阻力的训练 你要给骨头 给那些骨头有压力 有压力它才会涨 我刚才说过 我们刚才说过骨头是活的 骨头的话 你给它压力 给它加重的话 它就会想办法抵抗 它就想办法把自己增强 增加骨头 吸收到那个受压力的骨头 增加抵抗力 就变厚一点 变强壮一点 所以你给它压力的话 它就会长强壮 这个是到从零到一百岁 都有可能 就自然的反应 不是说超过某个年纪以后 就不会了 当然年长者反应 可能比较没那么好 可是还是有帮助 当然从年轻开始的话 你让骨头 做重训的话 做运动的话 让骨头变比较厚 比较壮的话 以后就比较有本钱 年纪大的时候 虽然流失一点 还是很好 这样子 当然你年轻的时候 本身骨头就不好 就很薄弱 很细的话 那到年纪大的时候 更糟糕这样子 而且重训有很多好处 我们以前也讲过 那个肌扫症的 肌扫症的坐团 那反正做重量训练 对身体非常的好 这样子 那爬山 大家也知道 爬山是一种很好的 对脚的骨头 对胯骨的话 对非常好 当然你假如有去健身房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顶肩膀的 让肩膀受到压力 脚都受到压力的话 这样也对骨头出松 预防很有帮助 OK 那我们刚才讲过抽烟 是造成骨子疏松的一个因素 那当然就是戒烟 还是完全都不要抽烟是最好的 然后年长者的话 大家都知道年长者 比较容易跌倒 那很多都是跌倒以后 才把骨头摔断 然后才发现有骨子疏松 那你想要不跌倒的话 就要练太极 其实我们跟那个平衡 我们人生下来 对不对 小孩的时候也是常常跌倒 然后经过不断的训练 我们小孩在baby的时候 慢慢学会走路 那到壮年的时候 当然不会跌倒 对不对 那可是超过壮年以后 到40岁以后 你假如没有继续锻炼的话 我们的平衡感会慢慢的流失 那所以到80岁的 你看80岁的长者 很多人都是平衡不太好 常常会跌倒什么的 那这也是平衡也是可以预防 平衡的退化也是可以预防 那我们做过 我们发现 这西方的研究也发现说 他也是很多什么 大家看过理疗 物理治疗什么 他有一大堆教你什么动作这些 可是他们西方研究反而发现说 太极拳太极 全世界训练平衡 最佳的运动太极拳 真的公认 什么其他那些 他发明的 那个西方发明的那些 理疗 那些都比不上太极 所以 假如我们一般人的话 从40岁30岁40岁开始 练一下太极 每天做一下 这样的话 到80岁的时候 平衡还是非常好 就不会比较不会跌倒 这是最好的 可是当然你随时 要想要学太极 就尽量不要 就虽然说年纪大一点没关系 没有差别 有练就有帮助这样子 所以 而且太极拳的话 大家知道有些人觉得太复杂了 那有些改良的太极拳 网上可以找得到 他只要你做脚的运动开始 然后再慢慢加手上去 还是只有脚的运动 这样也是非常好 不一定要学全套的 很复杂的太极 简单 简单你学习 学了以后每天做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要学得太复杂 太困难 然后不去做 没有用 而且要年纪 要从中年就开始 40岁以前 就开始练习最好的 对 这是我给大家的 分享的经验 这是我学习到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有些特定药物 像 像那些肋固醇 吃太多肋固醇的话 骨质就会疏松 有些人是没办法 他有某种疾病 慢性发炎的疾病 自我身体产生抗击 那种疾病 一定要吃到肋固醇 这种那没办法 可是有些人的话 他随便乱吃肋固醇 医生开了家 特定的时候再吃 可是他乱吃的话 吃太多也会 就会造成股质疏松 及早的股质疏松 还是加速的股质疏松 然后另外一个就叫做 他说翻译叫做 甘肃 就是Hebron Hebron是有些 某些人他那个 有血栓 有什么在打一些 抗凝血的药物 不是吃的 抗凝血的打的 那打久了也会 让造成股质疏松 可是没有那么常见 有些就是 一般的会打这个 抗凝血的 是像 皮肾的病人 他有那个 洗肾的血管 那个管子要接的 他让他打这甘肃 让他血不会凝固 那打久了 他就比较容易 骨质疏松 可是不是很常见 那另外就是 有些人 他有癫尖 有seizure 他要吃一些 癫尖的药物 那就吃都是 吃一辈子的 那这些人的话 就比较高风险 因为这药物 会造成骨质疏松 所以我们会 这些病人的话 我们提早 帮他做骨质 骨蜜毒的测验 看来有没有 骨质疏松 然后赶快治疗 那另外 有些就是 患有乳癌的病人的话 他乳癌化疗 手术完以后 他需要吃一种药物 吃五年 就是用来 挡住女性荷尔蒙 让那些癌症 不会复发的 那些挡住女性荷尔蒙 等于有点像 提早停经一样 然后女性荷尔蒙 没办法工作 所以就会开始 骨质流失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女性的话 女生的话 有女性荷尔蒙 就是Astrogen 保护的话 她骨头就比较不会流失 保护 就像男性荷尔蒙 保护男生 女性荷尔蒙 保护女生 不会骨质疏松 女性荷尔蒙 也会保持 女性不会得心脏病 所以女生的话 为什么会活比男生 一般都活 他比男生多活十年 就是因为女性有月经 有那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 所以女生的话 一般比男生活久一点 就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关系 那当然女性荷尔蒙 停经了以后 没有女性荷尔蒙 那就 女生的话 骨质加速流失 然后女生的 女性得 停经以后 得心脏病的风险 就慢慢跟男生一样 这样子 好 下一张 那我讲这个 我们现在讲这个 骨质中的药物 治疗的话 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临床经验 OK 你假如真的要 采取什么治疗的话 你一定要跟你的家庭医生 跟你的医生商量 才决定说要什么 要什么 不是说我看到这个 医生我看到这个 我就想要治疗这个 不要这样 我只给大家 我跟大家介绍这些药物 给大家一些知识 然后让你说 你在跟医生谈的时候 可以比较有一些知识 然后跟医生谈的话 比较深入 不会说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 然后有些 有时候你的家庭医生 没有时间 没给你讲清楚 这样子 所以我跟大家先讲一下 让大家有个认识 好不好 那 第一个 大家一定听过 这个叫做双磷酸炎 药物 Bysphosphonate 就是 大家最熟悉 就是现在就是 一个星期吃一次 那个 Basomax 那个 那一个星期吃一次 现在就是 医生会跟你讲说 你一个星期起来 早上第一件事 吃这个药 然后喝四到八盎司水 然后不能回去睡觉 然后吃完 喝完半个小时以后 才能去吃早餐这样子 那一个星期吃一次 那有些要吃 还有另外一种 是一个月吃一次的 可是我发现一个月吃一次 很多病人会忘了吃 因为一个月太久了 除非你用timers 一个星期还勉强可以 每天的话很多人不喜欢 所以他就说一个星期吃一次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病人吃了以后 他这种药不能超过五年 因为他以前 后来研究发现 超过五年的话会增加 其实会增加骨折的风险 还是这个嘴巴 这个骨头的断裂的风险 很奇怪 骨质中的药 本来是应该保护骨头 反而有时候会造成 增加骨折的风险 所以很多人不太愿意吃 然后另外一些病人 就是吃超过五年 他不知道 他换了几个医生还怎么样 他也没跟家庭医生讲 有些病人吃十年还在吃 根本就没效了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种Facomac 这种一个星期吃一次的药 只能吃五年 吃满五年就不能吃了 非常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很多病人 他胃本来就不好 他吃这种药的时候 你看要喝那么多水 然后你本来胃不好的话 那胃酸过度 然后吃这种药的话 会胃会很不舒服 所以假如医生开这个药 你第一次吃这种药 吃的话 假如胃很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跟医生讲 就不用吃这种药 要换药 换别种药 这样子 你不要一直猛吃 然后把肚子 把自己胃搞得很糟糕 这样子 跟大家提醒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 最常见问的问题 是因为现在 很多病人看到 那个网上在讲说 你知道这种 骨质中的药 那个会造成 那个这个 嘴巴 这个下巴 这个骨头 出现问题 还有拔牙的时候 会让你造成 让你骨头 不能愈合 这个伤口 拔牙 以后伤口不能愈合 什么什么的 大家很害怕 这样搞得大家 心神不宁 这样子 那我跟大家介绍这个药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说 什么时候 你要做大一点的 牙科手术 拔牙 直牙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要把药停 这每个药的时间不同 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去查来的 所以这块是比较新的 那像这种吃的药 叫Fasomax 这种吃的药的话 你大概要做手术 以前前后一个月 都停住就好了 不用停太久 这样一个月之前 你停一个 要做拔牙 直牙 前一个月停掉 然后拔牙直要完以后 前一个 后一个月以后 再开始吃药 这样子 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这种口服的药 是最基本的 这样子 好 下一张 那接下来就是 大家也听到过 慢慢都有人听到 就是说 叫Prolia 骨隔力 骨隔力 对不对 那就是在单株抗体 那这种药 很方便 就是说 六个月才打一次 非常方便 可是问题是 这种药 有时候宣传错误 这个药 也是跟双磷酸 那种 刚才讲那个药 口服的药 功效是类似的 它减少 它就是减少 你骨头的流失 它不会增加骨头 那假如说 这些药就要及早用 假如你骨头 没有流失很严重 假如今天你骨质失踪回来 负2.5 负2.6 需要治疗了 对不对 不是很严重 你就可以吃 还是打这种 减少骨质失踪的药 那过两年以后 你会发现 那个数据会稍微改善一点 还是不会恶化 顶多 顶多就是说 你本来负2.6 顶多一样 还是保持负2.6 有些人会改善说 负2.6 变成负2.4 这样 大家就很高兴 就变成 从骨质失踪 变成骨质减少而已 可是不可能说从负2.6 变成负2 还是负1 没有这种事 所以这种药的话 只能用在 比较轻微的骨质疏松 还是早期的骨质疏松 刚发现的时候 来预防它更多流失 这样子 好不好 这个打得很方便 那有些病人吃那个药 刚刚我讲那个Fosomax 吃那个药以后 他肚子痛 他受不了 他胃不好 他就可以改打这种药 六个月打一次 那这种药是打在那个 打肌肉里面 所以医生 我们在诊所里面 帮病人打自己 病人大概不太可能 自己在家里打 那到医生诊所 半年打一次 蛮方便的 OK 那有一些 那接下来就说 你什么时候应该停这个药 你要做拔牙 还是直牙的手术以后 你什么时候应该停 就是手术前 三个月前后 所以你三个月前 停这个药 然后做完以后 三个月以后 再打这个药 其实这蛮简单的 因为是六个月才打一次 所以可以 可以很好的计划 你可以把它 把它时间调好 然后再做你的 拔牙直牙的手术 这个比较没问题 OK 然后这个药有一个好处 这个药跟吃的药不一样 这个药可以长期使用 没有时间的限制 不是说打五年拉什么都 就不能用了 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说 可以持续使用 这样子 然后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警告说 你假如决定不打这个药的时候 你不能突然把这个药停住 他们说有些人的话 突然把药停住的话 他的骨头会加速流失 然后有时候会造成 那个脊椎 骨裂的风险 所以你要停药的时候 要跟医生好好商量 你要找一个替代品 还是什么 你不能随时 一下就停掉这样子 不要忘记 这样子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Polyas很好的药 这样子 好 下一张 然后再来就是 刚才我们讲过了吗 前两种我们介绍的药物 一个打的 一个吃的 他只是减少骨质流失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那你要长骨头怎么办 有些病人说 我要把骨头长回来怎么办 有 有这种药 那我讲到刚才那个 你刚才问我的故事 刚才不是有一个96岁的病人吗 我刚才说那个病人 他可以游泳 可以游30趟来回 没问题 可是他都驼背 很严重 然后那个骨密度照在-6 我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 我看到他这样 我把这个病人 96岁的病人 送到风湿科去 因为风湿科 他们有治疗这个骨质疏通的 的专科 那他 我那个介绍过的 风湿科医生 他就帮这个病人打 这个药叫Fortail Fortail是一种 一种完全跟刚才两种 完全不同的药 它是让你骨头可以长回来的药 它非常好 可是问题是他只能打两年 他期限只能打两年 打超过两年 保险也不给你打 因为他们研究发现 打超过两年 然后会造成增加得骨癌的风险 因为他刺激 他这个就刺激你那个 那个 骨骼细胞的 那个生长 就让你身体 一直一直把 钙质从血液吸出来 然后放到钙铃 放到你的骨头上面 刚才不是讲过 那骨石细胞 把骨头 融掉 钙质送到血液 这个相反 这就是造骨 造骨的细胞 慢慢让你 他刺激 他要打下去以后 让那个 造骨的细胞醒起来 然后就开始造骨 然后吸收 所以打完两年以后 很多人 很多病人的话 他骨头会增加一倍 所以刚刚那个 副6的病人 那个老太太 96岁的老太太 他打完一年以后 我们那个医生 帮他做一个 骨质疏中的测验 骨密度 从副6变成副3 我吓一跳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 所以我才知道说 那时候我第一次 见识到这个药物的功效 那我才开始研究说 哇 怎么有这个药这么好 以前我们的药只是 减少骨质 是因为有这种药这么好 那后来事实证明 我也用在其他病人身上 他们的骨头 骨密度也都增加很多 很多负3点几的 负3点2还3点3的 打了两年以后 真的变成负2 负1点几的都有 而且他这个药 最特别的就是说 他专攻那个脊椎 他对胯骨还没有那么好 可是对脊椎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骨质疏松 最主要不是说测量了两个地方吗 胯骨还有脊椎 对不对 那一般大家听到说 我们病人跌倒以后 跌断的骨头 一般是胯骨 没有那么多人讲说 我的脊椎断掉了 其实现在慢慢大家会看到 很多病人其他的脊椎 叫做压迫性骨折 他不是真的断成两半这样 他就是说脊椎的骨折是 上面压下面 然后塌下来 就像本来两层的房 塌下来就变成一层房这样子 压迫性骨折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压迫性的骨折 其实比跨骨的骨折还要困难 还要更加严重 因为跨骨的话 假如你断掉 通常大家知道 他会帮你装人工关节 帮你换一换 你就可以走路 没问题 对不对 可是压迫性骨折 没有什么好治疗的方案 他也不能帮你 重新 放心的骨头什么的 最多大家听过 你假如压迫性骨折 脊椎压迫性骨折 他给你打那个什么 打那个什么骨头 骨头膏还什么 骨头水泥把你撑起来 让你用硬一点 对不对 顶多这样而已 可是很多人压迫性骨折以后 我们讲说生不如死 真的是这样 痛得要命 很痛啊 20小时再痛 脊椎稍微动一下 痛 然后痛怎么样 痛的话医生就开止痛药给他吃 吃了止痛 可是吃了止痛以后 其他毛病就来了 绳治不清 然后便秘很严重 那病人知道又不想吃 那不想吃又痛 所以就是生不如死 很多病人这样子 难过都不行 那他一直问说 医生你帮我动手术开刀 他说不行 没有办法开刀的 然后 然后讲到这个 又讲到这个药 然后 我自己 这是我自己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Fortail 刚才讲过这个药 会造谷的药 我以前有一个病人 他骨头 非常不好 他断裂了好多 他那个脊椎断裂了好多地方 然后 骨科医生也不敢跟他修 他说你骨头太 太脆弱了 一修马上就断掉 根本没有修 根本没有用 那整天开脂痛药给他吃 那我是他家庭医生 我负责要开脂痛药给他吃 我开了都怕了 我不敢开了 那我想到 他骨质是不是那么糟糕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药给他 让他骨头用变硬一点 说不定就不会骨折 药会吃少一点 结果打了 我本来说两年 打两年 看骨头会不会好 就发现打三四个月以后 他竟然他说他骨头比较不疼 不用吃那么多止痛药 那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这种药 打下去以后 他很慢 不可能马上打下去以后就好 他慢慢 一般人打三四个月以后 他骨头开始变硬了 他本来有骨折在痛的话 在吃止痛药的话 骨头变硬的话 就变得比较不痛了 然后止痛药就变少了 然后再打下去的话 打了一年以后 骨头就变很硬了 就变比较好了 那后来我再试好多个病人这样子 就有骨折的 然后要增加了 他的骨密度 让他骨头变硬 都是这样子 打了三四个月以后 慢慢骨头变硬了 就那个止痛药就变少了 有些还不吃 那所以 从这个方面我领悟到说 我这种药 也可以拿来用在治疗骨质 压迫性骨折的病人 帮他止痛 减少症状 变成这样子 当然 我们不是打三四个月 我们打完两年的疗程 那他骨头变硬 就比较不会骨折 所以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好处 它也可以预防 又是可以 让你骨头增长 可是也可以变成一个止痛的药物 让你不用 不会那么痛 就不会吃什么的止痛药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当做这个 而且试了好多的病人都 效果都不错 而且看那个骨密度的 两年以后 打完两年以后 看那个骨密度的数据 真的都有改善 而且不是改善一点点 都改善很多 这样子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使用这个药物 一般的话 我跟大家讲 我是怎么样看我的病人 假如病人 骨质失踪 骨密度出来很严重 那个脊椎的话 负三的话 负三的话 那个一般的吃的药物都没效了 我们会建议它 直接打这个 Fortail这种药物 让骨头 因为它针对它的脊椎 我要预防它的脊椎 压迫性骨折 因为假如能预防的话 就不会生不如死 记得那个 大家要记得这个 生不如死 压迫性骨折 等于生不如死 这样 非常严重 那我要打了以后 打了完两年以后 它本来负三点一三点二了 现在变成负二点一 二点二 有的到一点八都有 好了 可是你打完两年以后 不能打怎么办 你停了以后 它骨头又开始流失了 对不对 那通常这样以后 我们就给它换成 刚才那个Polilla 就是每六个月打一次的 我们骨头回来了 有时候回来 等于回到二十年前 以前的骨头 骨质了 那现在就用保持 我们既然已经赚回来了 我们要保持 那我们就打那个Polilla 那个每六个月打一次 让它减少流失 这样就可以保留 那这样的话 骨头就保持得很好 不会再流失 那能撑多久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以后可能要有新药 至少这样的话 病人变得很好 他自己都有感觉 他可能感觉骨头比较硬 不会痛 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最新的疗书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子 那当然要打两年很烦 因为这个打两年这个药 你知道怎么打吗 每天要自己打 像打胰岛素一样 在肚子上 肚皮上面打一针这样 很多人看了听到打两年 自己要打就很害怕 就不愿意打 对不对 那所以有些人就为了这样不打 那后来有改良的药物 叫做Timlos Timlos也是跟该Fortail差不多 可是他是改良式 他打18个月就好 省六个月 也是有帮助 本来打两年的 变成打一年半 那这样也有帮助 就这样 OK 然后最新最新 现在又出来一个最新的药物 很多人愿意 听了就很喜欢用 可是他还是有点风险 这个药物 其实跟该安那两个不一样 可是它的功效是一样的 它也让你骨头长回来 它的好处 它是单株抗体 所以跟该安那两个 该安那两个是化学的药物 所以它的作用是一样 可是成分不一样 可是功效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叫做 莫罗丹康 就是Ivinity 它只要每个月打一次就好了 打12个月就好了 所以等于打12次 那在医生诊所打 功效是一样的 那你说大家愿不愿意 当然大部分人愿意 说我不要每天打烦死 对不对 可是问题上 现在刚出来非常昂贵 非常昂贵 然后 然后有些病人 在网上看到说 它会造成牙齿的问题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牙齿的问题 所以 然后它的上面有警告说 有些人会少部分造成心脏问题 所以说大家看到以后 有一点怕怕的 它最新的药 所以 我们不知道说 是不是应该用 有些病人 他不真的 不想每天打 没办法每天打 孩子们 他就来打这个药 这样子 然后这个药 有人问说 这个 多久以后 这个做跟那个 做牙齿手术 有没有关联 也有 可是 可是现在 现在在讨论 就是说 他们讨论说 要 有时候 可能叫四到六个月 以前就要把这药停起来 那现在我们建议是说 假如这样 因为这只打12次而已 假如你要做任何手术的话 你干净就把它停 你干净就不要打 干净就不要打 等到你做完手术 所有的牙科手术 再开始打这样子 有时候打到一半 没办法 就直接停起来 可能 那要等一阵 可能要等四到六个月 才能再 开始做那个 做那个牙科的手术 所以比较麻烦一点 这样子 可是这最新的药 那希望以后 当然出来 所有的药出来久一点 以后 大家对它了解 比较深 有些问题的话 比较清楚这样子 那所以跟大家介绍 这个 这些药物的使用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 你一定要 有种医生中 一定要治疗 光靠 有些病人 就跟我问说 医生 我可不可以只吃 维他命D跟 钙片就好了 只要你有骨质松的话 一定没有用的 我们有病人 真的不服气 好 我说没关系 有些病人 刚好-2.5 -2.6 我说没关系 你就你要吃 钙片跟维他命D 好 没关系 你试试看 我们两年又在做 真的 两年以后就更恶化 本来-2.6 现在不-2.8 -2.9 他有吃钙片 有吃维他命D 可是我跟他讲说 你看 现在数据再恶化 再下去不得了了 那一般的病人 看到这样的话 就比较服气 他就会说 好 我开始治疗 这样子 可是假如你知道的话 最好 及早治疗最好 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治疗 那比较查解风险比较高 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还没有下一张 对 讲到这里 假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 来Q&A问答这样子 对啊 然后医生讲的话要听 像你说要开始治疗 就要开始治疗 不要等到真的 而且越早越好 我觉得我在跟病人讲的时候 我就要很早发现的时候 我觉得 我好像在预防 我很高兴 我觉得不是说 等到你骨折了以后 发生问题后 再来帮你处理 而且病人比较 像我们预防的话 等于没有 没有走掉那条不好的路 你知道吗 你在路的一个分叉的时间 你知道你走这条路的话 可能遇到问题 可能假如走另外一条好路的话 你就不会遇到那问题 我希望我们可以带领大家 不要遇到问题 走到那条很顺的路 不要等到走到那个不好的路 发生问题的想办法来解决 就很麻烦这样子 对 所以面对到骨头健康 这么重要的议题 我们就不要 不要提提 要听医生的话 那现在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TRAIT room里面 把你的问题打出来 然后我们就请张医师上线 一条一条的来跟大家 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谢谢张医师 今天准备这么丰富又精彩 又非常实用 又非常重要的内容 跟我们大家分享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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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